真的不幸運 班兆昌 逼得他很重要 他一二六 回到… 已經捱到他了 是不是 怎樣也要捱到他了 是啊 整個車尾都扁了一塊 車頭沒事 車尾而已 有沒有影響 應該也看看他維持不收得到 這麼短的時間 照看 應該摩利斯沒有跟他有任何碰撞 雖然摩利斯曾經撞過幾個前面的車 根本上說得很急 他自己出錯了 沒錯 應該是沒有… 他出這個卓宮廷的時候 沒有跟他有任何碰撞 但關兆昌正如剛才歷奇所說 很少有這樣的錯誤 我們記憶所及關兆昌每年的開車都非常穩固 例如以往都沒有特別發生的意外 車的性能也很好 先看看 看看他怎樣 剛剛拍到… 不是… 最清楚知道他怎樣出事了 唉唷 唉唷 鏡頭一轉就看不見了 希望待會有一個 playback 重播鏡頭也先賣個關子 等一會 關兆昌正如昨天發生的撞場意外的同一個地點 看看這個鏡頭 首先過了這個嶺南灣 跟著已經脫掉了 他已經脫掉了 一出這個卓宮廷已經脫掉了 接著又是蹦尾 可疑 幸好摩利斯可以脫掉了 這個純粹是他自己犯錯 第一個成績了 39秒幾下落後 關小昌 原本有機會只有亞軍 第一回合 巴圖斯真是零零射射射 快很多 摩利斯是12秒的 接著又有第九位的 Paul Chan 陳志華 Vingard 另外 肥雷就在13位 是啊 其他比較後一點 就是Tony Newman 拿一部標誌 406 不過這部很舊款 結果關小昌 有意外 摩利斯很拼 一直是關小昌 最後又收獲了 他們將空了的位置 退上一點 剛才後面那裡 好 好 這樣 好 起步 摩利斯很快… 在這裡 然後過了巴圖斯 不讓他過 摩利斯真厲害 好看 很拚命 對 竟然連巴圖斯 在第一回合拿冠軍的車手 他也逼了他去第二位 正如馬都說過了 希望摩利斯起步時 把巴圖斯更加好看 但是他能否跌倒十多秒就要看一看 好看 後面那群很重要 好,摩利斯進附近灣 果然厲害 巴圖斯第二… 在後面 按了你第三 後面的車抖得很緊 這個… 在關谷正德攝不上來 暫時進占第四、五位之間 巴圖斯想過回摩利斯 這麼窄的路面 對,仍然都是保馬鬥奧迪的局面 會不會這樣兩敗俱傷 好,正如是摩利斯追人 這次有人追他 看看能否承受壓力 剛才摩利斯迫到關兆昌 撞了車 現在看看巴圖斯如何對付摩利斯 全場有十五部車 有十五部車 參加這場第二回合的東模樣大賽 今年的東模樣大賽 可以說是吞飾的大戰 大家車迷都希望 摩利斯蘭的領先 看看巴圖斯如何追求他 暫時來說 仍然沒有辦法過頭 但已經是左穿右插 逼得很厲害 安祖尼仍然是第三位 因為車那麼大,很少在上路 蛇仔玩的地方都要刪線 通常都要下路才封你,不讓你過 但是這些高手刺得很貼 今年好像有點特色 我的特色就是 你不讓他過來撞開你 幾次在松山上路 都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一阻礙就砰撞你 沒錯,你阻礙我,我讓我撞開你 其實就是這樣的形式 他過頭就真的 都有些商討的必要 昨天旅遊師杯的陳永兆 也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反車的 沒錯 也累到接下來的賽事 是要改今天舉行 先說回現場 先看 頭三輛車已經帶出了 比起其餘的十一、二輛車 都已經領先了很多 出了這個彎之後 仍然只能看到三輛車 帶頭的就是摩利斯 接著就是巴圖斯 然後安祖尼暫時在第三位 我覺得巴圖斯有機會 絕對有機會 但是摩利斯的線位是拿得很好的 現在巴圖斯亦想插他 哎呀,這裡太遲了 過不了 看看夠不夠膽斗持續吧 沒錯 摩利斯在第一天試車 來到浦荊灣的時候 曾經撞到車 整個車尾也撞爛了 又追到檸南灣 現在一輛保馬 帶著兩輛ODI 看看巴圖斯會不會有君子風度 否則可能會倒閉開 他還未定 沒錯,他這樣追法真的會倒閉開 我覺得很害怕 如果巴圖斯有什麼意外的話 摩利斯有機會贏 對 哎呀 哎呀 巴圖斯很聰明 很盡 摩利斯差得很盡 沒有帶過甚麼巴圖斯 又插了 哎呀 厲害,好看 摩利斯 仍然受似了巴圖斯的緊碑 對,真是精彩 因為第一回合的時候 就是摩利斯在後段 演出他的功架 就是逼了Charles關 哎呀,這裡是怎樣的 哇… 大家拍在一起 拍到嗎 拍到嗎 哇… 這裡很窄 摘了 哎呀 這裡不給過,這裡插著王旗 插著王旗,這裡是不給過的 不給過的 哎呀,巴圖斯和摩利斯 只看這裡也值回票價 安祖利就接近了 安祖利趁著他們… 兩間就一間 對,趁著他們倉持的時候 也上來了 安祖利… 雖然安祖利在第一回合 輸得很多 但是能夠幫助隊友 如果現在巴圖斯有什麼意外的話 他就可以了 不是,最主要是 如果他能夠牽制住 也不同 如果他能夠上來 幫幫忙 又是爭很遠 哇,這裡看看是怎樣 哇,巴圖斯呢 好像要過去了 我相信他一定會找機會 剩下的地方 這裡還有很多個圈數 過完終點就是佐利哥 兩個圈完成之後 摩利斯就是領先 接著就是巴圖斯 慢了0.4秒 是 按祖利第三 我覺得看這個表現 巴圖斯的表現 是稍為穩定一點 可靠一點的 摩利斯就駕得太盡了 這些真的是高手 因為這個… 右抽 右抽 這裡… 嚇壞你 這裡不行 這次還未成功 上路仍然有東西看 上路仍然都可能會有爬頭的鏡頭出現 對,看看他們爬頭之間會不會發生碰撞 真的要落足眼力看看 剛才那個圈,安祖利很快 安祖利做了一個… 2分34秒416 暫時來說 這個回合裡面 是一個叫快時間 對 第一個回合比還是差很遠 第一個回合可以做到2分30 我們大概在前面看到1號車 盧家俊的一輛寶馬進入了廠 這個情況是一輛寶馬帶著三輛Audi 然後跟著是這輛豐田 又拱著 接著要上雙龍灣 待會巴勒斯會不會撞開摩尼斯呢 真的追得很貼 好,一路很貼 一直追發 馬安祖利好像又甩開了一點點 追不得貼 真厲害,摩尼斯 打得很好 好 好,拿回直路了 這個鏡頭就是在摩尼斯的車上 就可以看到巴勒斯怎樣追她 摩尼斯的線位是拿得相當好 所以如果真的… 巴勒斯不是那麼容易過到她的頭 又來了 不行了,太過問了 這些全部是正確的線位 很難抽頭過去 對 所以她在後面 就是在大直路的時候 就左…就是抽出來 嚇一嚇你 等你在埋彎的時候 就會亂了 一影響了你的時候 你就… 一超速了就很容易 就抱上去 尤其是在蒲驚灣之前 你看她 通常一到蒲驚灣之前 一定會抽出來 兩邊養你的時候 你一亂就糟了 好,又在這條大直路 進入漏斗的蒲驚灣 又會抽出來了 仍然過不了 這條圈 推著她進去 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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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尼斯的線位真的非常好 雖然被人一路緊迫 但暫時完全沒有出錯 好,暫時來說 相反之下 在剛才的回合 關小槍 就是被他推著就已經亂了 對,被他推著就已經亂了 對,被他推著就出錯了 就在車宮廷放下 這就是技術的分野 始終人家都是正式的職業車手 第三個圈 摩尼斯在第二個回合 成績是最好的 他就是2分33秒 馬王33秒 比巴圖斯 比安祖尼更快 對 仍然繼續追回頭車 因為他鬥得相當激烈 摩尼斯完 接著上雙龍灣 麥安祖尼斯已經越來越遠了 突然扯過來 對 可能氣流問題是扯過來 對 相信他們兩個時間 比剛才第一回合的圈速更快 因為剛才第一個圈 巴圖斯受的壓力不大 都能夠做出2分30秒的時間到 安祖尼被人脫遠了 對,安祖尼已經被人 拋離了一段小小的距離 不過巴圖斯只要這樣跟著他 就已經可以拿到冠軍 對,總冠軍一定可以拿到 總冠軍 沒錯,他當然希望兩個回合 都能夠拿到冠軍 因為通常車手的心態不會這樣 不會想著跟著你就算 然後也要拿冠軍 一定要通過你的 鏡頭所見就是關谷正德 可以了,這個白色 這個豐田的Chaser 沒錯,他被陳學德追著他 這裡很精彩 始終巴圖斯沒辦法過得到 就知道了,應該就是巴圖斯 不行了,不好意思 不夠位 怎麼會這樣 這兩個高手 分分鐘 這些場面一直鬥到尾都不奇怪 這個場面一直鬥到尾都不奇怪 我們一直說這場賽事 今年都無人大賽 可能不會以往那麼好看 但只要看這段 這段應該是本行賽事之中最精彩的 最精彩的,沒錯 沒錯 前面有慢車 看看兩個高手怎麼 幸好 幸好 勞家盡聖夢 沒錯,兩格過了 巴圖斯始終沒有辦法 好 上一個圈來講 巴圖斯比Morris快了一點 他們的距離其實真的很近 只是0.2秒而已 換句話說 其實真的 車拍車一起去過到這個終點 巴圖斯,兩分32秒 這個回合是最佳時間 暫時的圈衝 應該還可以快一點 因為兩輛車這樣鬥發 馬圖斯表現真的相當好 力氣 現時來說 看見這個Morris 也是帶得挺好的 這個 看看,這裡還是不行 還是未夠位去過 巴圖斯仍然 一邊一直盯著他 希望有機會 現在賽事進行到第五個圈 第五個圈 已經由第一個圈 二百多公里 離奇 你看 這樣一直都追不到他 安祖利就沒辦法了 我相信安祖利是穩守第三個 若不照這樣看 沒辦法上來幫助 甚至支援隊友 現在唯有靠巴圖斯自己 當然 巴圖斯如果以這個距離來說 一路帶回去 他也贏得到這場賽事 但是你知道 鬥車的心理 就是希望兩個回合都贏了 沒理由說 這個回合會輸給你的 是吧 好,看看現在怎樣 現在很快又上去加斯蘭那邊了 巴圖斯仍然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事實上兩個都是高手 尤其是東亡陽 這麼狹窄的上面 就是松山這些山路 根本就找不到這個機會過 好,看一下 陳學德和關谷正德之爭 對,關谷正德過了 然後就是阿盧家俊 這些就是稍微落後一些 對,關谷正德,陳學德 對,關谷正德拿著 暫時來說在第五位 陳學德在第六位 反而李曼琦表現得潘 對現在為止 始終整天都在第八位 關谷正德其實是由C車到現在 車一直調整的 但現在看回成績 關谷正德在剛剛結束這個圈 就2分35 我想是他今次參加比賽來說 最好的時間 看來李曼琦原來是撞了 一旁的車身 難怪他慢了 對,看到車門那裡是凹了一點 對,沒錯 李曼琦現在排第八位 大家很清楚會看到他的車身 左邊的車身是凹了的 頭二車 仍然在增持 摩利斯還脫開了一點 對 當然巴圖斯也知道 就算被他脫開了 以這樣的距離 自己回去也會贏他 因為他有十多秒在手 看看怎樣 就是這樣 這個摩利斯真的做了一場好戲 雖然他未必說 就算現在這樣 他未必拿到兩個回合的總冠軍 但起碼他也拿到一直 起碼只有第二 由一趟這樣看 嘩,這個Henry Henry過了他 在海國遊魂之前 那個彎位 沒錯,李曼琦進佔上第七位 可能剛才因為蹦一蹦 是慢了比其他車超越 所以現在 就憑著他自己的車的性能 以及自己本身的實力 又追上去 現今所見 就說Morris 似乎脫開了一點點 和巴圖斯 一個時間來講 在剛剛上一圈來說 就是去到0.7秒 和剛才的0.2秒 就是拉遠了 只有那麼多 事實上Morris 這個回合的表現 比第一個回合好很多 看得到 在這個鏡頭拍出來 變成大家相距 都有一層四五個車位以上 三四個車位以上 又在這邊 過了葉德利別墅那邊 向著這個花衛山那邊 去到碧瑤灣那邊 看看如何 巴圖斯 曾經做過2分32秒 2.38的圈速 這個時間 現在又追近一點點了 剛才拉遠了 現在又追近了 直接又黏了 跟剛才的距離 又拉近了 變成這兩個車手 都可以說 收放自如 喜歡的時候 又加快一點點 覺得拋離對手 已經軟了一點點 又稍微不需要 拋得這麼硬 嘩 這裡落魚翁街 嘩 這裡追著他 好 好了 這裡又拉近了 那奧迪呢 就是 當然 那 就在早幾年 在東望陽的賽事 也都贏過的 保馬也都贏了很多次數 好了 看看怎樣了 兩架車 距離 就是 始終都是五常下 始終都沒辦法了 對 過不了 摩爾斯 對 七個圈完成了 摩爾斯還是排第一位 第二回合 大家的車速差不多 變成有了這段距離 始終拉不到 他曾經幾次想過 過不了 在直路那裡 剛才那個圈 鮑爾斯很快 兩分31秒 比第一回合 鮑爾斯自己做的時間 都是雙餐無忌 這輛車很快 很快 這輛車的時間 相距又近了一點 變成0.6秒 大家要留意 因為這是兩回合的賽事 總成績 暫時來說 都是巴圖斯領先 雖然暫時說 第二回合 他是第二位 2分31秒 870 現在A組房車 A組組別 帶頭的應該是36號 關谷正德 日本車手 接著是陳學德的5號車 接著是8號的李曼琪 不過李曼琪和陳學德 已經相距了35.8秒 也是一個挺遠的距離 賽事現在進行到第七輪 有點慢車 阻礙著 巴圖斯老實巴克 照顧 你不要阻礙著 澳洲房車冠軍 摩尼斯 真真正正的這次來到 是演出他的公駕 他比去年 Bang Jones還更好 我看他的手車應該更好 這裡 大家在法喬灣之前 哎呀… 有輛車撞了 安祖利… 為甚麼?沒有人追他 沒有人追他 沒有人追他 他在第三位 他已經走出來了 他已經走出來了 真的 這裡就是一個好手的分野 安祖利沒有人追他 他的車和巴圖斯的車一樣 但是他這次的表現 的確失色了很多 好了,又接近了 投移車的距離 去到0.3秒 一會兒 似乎去到浦津灣 這次有機會 巴圖斯有機會 過摩尼斯 因為如果是這麼近的距離 是有機會抽頭出來的 安祖利究竟… 我看見他又上車了 有可能的 他走了下車 看自己的車 檢查一下自己的車 有沒有大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他會繼續走出來 我想一下 來了… 現在美亞過了他 很多 關於正德 又過了他 安祖利就算復出 也會跌到第六、七位 肯定 美亞這個德國車手 又是開了一部奧迪的 變成了… 這次安祖利是有多少… 現在… 安祖利開了 對,撞到車尾 對,車尾的泵板 很慢 對 我相信他會駕駛到修理站 那能否捱到呢 他現在跌倒下去 肯定明知 不能保持第三位 這樣很有機會 李文琦也過了他 好… 奇怪… 安祖利也沒甚麼壓力 他追不到投擬車 第三、四名的距離很遠 是他自己犯錯 何況他來到澳門 已經十年了 他甚麼都試過 偷步也試過 撞車也試過 他很多事情都試過 安祖利 想不到在這裡 在這個彎裡又會撞 這次是他的第一撞 沒有試過 就要試一下 就要試一下 對 黃偉昌真是幽默 其實安祖利回來了 安祖利回來了 其實他對澳門是非常有感情的 就算他不來賽車 不報名參加賽車 他到澳門賽車的時間 他都跑來賽 都跑來看 有一年 因為三分方形式 其中一位車手 Nickeyfield來到澳門 水道不復 努力拔掉他 就去代他出賽 結果他也拿到排頭位 證明安祖利 基本上 所以大家現在都很奇怪 為何他可以在這個 彎角當中 讓他無壓力之下 犯了一個錯誤呢 對 如果有車手迫他 就說 唯一的解釋 有可能是他被慢車鎖 事不慎 最後一圈 換句話說 巴圖斯肯定已經放棄了 不需要再追來 因為他回來 以這個距離來說 兩個回合合合起來 他的總時間 都是會